电影中用铁头弓作为独门绝技体足球 真的有可能吗 在巴西热闹的沙滩上挤满玩球的民众 但仔细一看 当球来的时候 他们施展的居然是铁头弓 大力地用头把球弹回去 这是在里悦热内卢海边非常流行 比排球难度技巧更高的沙滩足球 在松软的沙滩上玩足球很难进行地面战 因此可以看到大部分时间 球都是在空中运行 跟一般足球的规则一样 球员的手不能碰触到球 只能以身体的其他部位来控球 因此要玩沙滩足球 必须使出浑身解数 发挥创意奇招 其中最常见到的就是铁头弓 我觉得它也应该是一个游戏 因为有很多人在游戏 大家都喜欢 然后是一个游戏 是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的游戏 大家都喜欢 里约热内卢是沙滩足球的发源地 许多巴西足球国手 像是今年因关键进球 而为巴西夺得奥运首面金牌的内马尔 以及在1994年为巴西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罗马里奥 也都曾经在沙滩上磨练他们的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